好 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 PSD 丢进来 完成的归完成的 不管它 来 那我们进来之后 都跟之前一样 选择 Competition Retail Size OK 这样就进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 因为我们的两个档案名称一样 所以这边有二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打开 针针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图层 还有刚刚的群组 这样没问题吧 OK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之曲线怎么用 上次有没有讲过被之曲线 有嘛 钢笔工具 但是 如果你今天要拿来当录据使用的 请问有需要变成封闭的吗 只是一条线而已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变封闭的 那它线就是线 那如果我是点到 一个 图层 上面 假设我是封闭的 就会变成是遮罩 好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我来看一下 来 在这边 现在呢 我点到下面这一条 我先把车子先藏起来 好 我点到这一条 那我想要来画 刚刚我们讲的 我要给它一条路径 所以我要画这个 来 这边我问一下各位 请问 这个要几个节点 才可以完成一个 S型 哈哈哈哈 你要几个节点 一个 在这里 再来 我的 第2个 我会下在这里 因为这样子 所以拉一个 拉一个 有没有 再来 这边 是拉一个 这边拉一个 所以在这里 是再一个 第3个 最后第4个在这里 因为再拉一个 再拉一个 是不是就解决了 半圆 两个 一个圆是不是也是两个 了解 所以我们上次不是有玩过那个 就是线上的游戏啊 你要画之前就可以多练习一下 那我现在呢 我先把这个就清掉了 我们来看看 拿到 钢笔工具 那因为呢 我现在 有没有 点选到一个图层上面 所以我画出来的 就不会是形状图层 会是一个 这个 它的遮罩 或者是只是其中一个路径 我不要的就是路径 那我把它缩小一点 我的点 我可以怎么样 放在这边 所以你看 这里 一开始是不是就是曲线 所以暗处不要放 暗处不要放 一拉 有没有 那我问一下各位 我现在被子曲线的这个颜色 跟我的背景颜色 黄色 好像有点接近 请问 可不可以改颜色 可以的 这个在我们 在这边 往下 有没有 你点到它的那个色块 就可以直接指定不同颜色 所以 你看 我们要有色块 从这边打开 从路径 就是 车到后路径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色块 按下去 好 我用红色的 看得比较清楚 没有变了 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改变了 那再来就是 可不可以跟图层样命名 当然也可以啦 按入键 你可 可以找到这个 也可以用我们之前的快速键 音速键盘的 Enter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入键 入键 看一下 好 好 这样也可以 可以用中文 那我就继续 来回到这边来 画下去囉 所以我现在到这里 按住 拖曳 有没有 那如果你 中间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样 这里 扁不够 没关系 你可以随时回来 那你也可以随时回到这一点 但是你如果是节点了 就不能用这个 要用箭头的工具 去移动它 有没有 好 那 你看 我们原则上 我们的敲敲板 就是 比 最高点 高一些 最高点高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回到这边 回到钢笔 我们继续把它画下去 好 然后来到这里 这一点我再把它拉下来 OK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 然后这个点 比它高一点 然后到这里 再拉 这样应该有感觉的 然后一样的这边 再拉 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 备制曲线 可以多多练习一下 那麻烦你 你可以改成它 比较亮的颜色 就是区别开来 这个给大家试一下吧 因为我现在不是封闭的 因为我现在不是封闭的 所以它并不会变车障 它就单纯的是一条路径而已 接着我们就真的要把车子 怎么样 沿着那个路线这样动下去 我怎么去指定它 来我们来试看看 刚刚我已经准备好 这条路线了 那么现在呢 我把我们的车子 这个群组 我把它显示出来 刚刚画的时候把它隐藏起来 都比较方便 好 你要把这条路径指定给它 一定要注意哦 步骤要对 通常大家最容易 出错的地方说为什么路径没有办法指定给它 就是你选的 位置不对 来 请你把这个路径 这个三角形打开 你要指定路径给人家 一定要选到这里 Mask paste 一定要选到它 你选到路径是不OK的 选到路径call给人家只是把这个路径 这条配置曲线call给人家 并没有办法指定它的 动画 这样了解 好 所以 看清楚了 点到它 按下 Ctrl加C 复制 好 复制好了之后 我要指定给这台车子 不是随便贴上 请你把 变形打开 因为我们指定给车子 他要做什么哪一种动画 这五种里面的哪一种动画 车子要从 这个地方跑跑跑跑跑跑到这里 请问是做什么动画 是做位置的移动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跟人家讲 我要做位置的移动 点到这个地方 这样有没有了解 点到这个地方才按下 Ctrl加V 我刚刚没有 不知道 这一次 Ctrl加C 点到它 Ctrl加V 来 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关键语格跑出来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有成功 你就会看到 有这样的关键语格 出现 那有出现之后 还有几个地方要调整 而且你也没有注意到 好像第1个关键语格跟最后的关键语格是跟我们 之前用的一样 是零形的 但是中间这两个有注意到 好像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那我们先实际拉动时间轴看看 来这边 拉动 确认一下有没有车子在跑了 有在跑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调整 第1个 有没有感觉那个路径好像没有对好 没有对好 第2个 有没有发现 怎么做个动画才不到3秒钟就结束了 对不对 还有 车子好像没有走在 中间 车子是用哪里去对齐 你看 我把他后退一点 拉上来一点 你看看 车子本身是这里 可是他用哪一个点去对齐这个路径 是用他的左上角去对 所以车子在走的时候会变成走在 我们现在给他线的右手边这样 这样了解吗 反而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一一来解决一下 那 先来解决 第1个 就是 路径 没有对好的问题 这里 这里已经复制上去了没问题 我们刚刚这样正确的 你看第3个 我们先把 这些所有的关键盒先把他选起来 其实也就是你直接点到这个路径 就是点到位这个位置 他就会全部选起来 来各位看一下 有选到跟没选到 是这样子 这样叫没选到 这样是不是要选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点到这里 有没有全部选起来 你点这里 或者是你从外面这样框起来 通通都叫全部选起来 好 选好之后 你的这个 路径 你可以用移动工具 来我们看看 你可以 滑到他节点的上面 拉动 有没有整条都在动 如果你发现 你点了之后 只有一条 只有一个节点在动 那就表示 你 没有全部选到 这样了解 所以 全部选起来 点到他 拉进来拉进来 好 那你可以 这样子 有没有我的路线就在这上面 这样会不会对齐了 记得喔 一定要全部选起来 你没有全部选起来变成此 单独调整 一个关键一格 好 这是第1个 第2个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 刚刚我提过 你怎么可以3秒钟就解决了 人家我要开久一点 怎么办 那刚刚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我们这个 关键一格 好像 第1格 跟这个最后1格 是 我们平常用的 中间这2格 就是他们骨肩动画 那 有没有可能你中间是3格 或者1格 或甚至你是4格 5格 6格 都有可能 这里会出现多少点 有什么决定 有你刚刚的 倍智曲线的点数决定 你看我刚 这里1格 2格 3格 我是4个点 所以这2个点 就是他自动帮我抓到 你的这个倍智曲线的点 然后在时间上平均分配 所以有可能你是5个点 有可能是6个点 都有可能 那我今天呢 想要把时间延长怎么办 你只要点到最后一个关键一格 点到他 拉动就好 有没有 或者你要点第1个当然也可以 留意 这样有没有了解 你可以点到单独一个点 那你去拉动的时候 他就会 自动的依据你原本 倍智曲线那个长度的比例 去平均分配这中间两个的间距 这样有了解了吗 那你要特别留意哦 我刚刚讲的是调整第1个点跟最后一个点 所以这两个会远远的会跟着动 你今天如果是自己 去 调整这个点 本来他是不是自动的 你如果自己动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动了之后这一点长得这一点 有点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个是你自己后来 自己决定好 在这边的 所以 我就不动了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后面在动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不会连动的 有没有注意到 好 那 因为中间这个点还是圆的 所以我动这个 他有没有跟着动 有了解不一样的地方的吧 所以呢 圆圆的这个点 我们就把它称作 骨肩动画里面自动产生的节点 那这种的就是你自己去定义的 这个是自动产生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们刚刚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播放时间长短的问题 你只要点 第一个或最后一个 一拉中间就会自动 调整 第二个 就是路径 对不对 记得你要调整路径 一定要全部选起来 或者是直接点他 点你要的属性 后面关键点自动就会全部选起来 这个时候再用 移动工具把它 移上去 你也可以搭配我们键盘上的上下左右 方向键 去做微调 这样都可以 这样OK吗 所以这个路径的调整 你一定要知道 有没有问题 只剩最后一个 只剩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车子不是歪歪的吗 你有没有感觉现在车子 走得 好像怪怪的 有没有 好像没有跟在我们前面 那怎么办 你看 你看他那个线 他因为现在 是在用这个点 有没有 靠在这个点 这样子跟着走 所以 我拉动他的时候 虽然我已经走完了 其实他只走到这里 有没有注意到 那这个怎么调整 以前我们讲过有一个中心点的工具 对不对 但是这里不是中心点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被 变成一个群组了 所以我要进去里面调 来你看 就点两下 登登 好 我现在进到这里面来 那 你进到这一个 车子里面之后 看 这个图子很大 不解 那 我也想发现 我们的 这个 车子是怎么大 他就靠 右下 所以你知道 绿色的中心点在哪 是在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会用 用左上角去靠着那个线 所以我现在呢 只要把车子跟人 把它移到哪里 是移到这边 是移到这边哪 那 因为呢 我们希望 车子 可以比较接近地面 所以呢 我会把中心点 就是 用这里当中心点 去对到这边 这样有没有了解 那我可以用这个移动工具 我可以用移动工具来 我把它全部选一下 如果你对于到底哪边是中间 不是很了解 我们可以跟 你使用Photoshop 比较吹的一样 有没有一个叫尺规 有没有 也可以大家参考线喔 来你看这里 View里面 你们用Photoshop 把尺标 尺规叫出来 这个简式 简式的英文就叫View 有没有一个叫尺标 快速键也是一样 因为 尺的英文 是不是叫Ruler 所以我就回到这边 你看 你有没有感觉 都一样 按下去 跑出来的 那怎么拉参考线 从线上面一拉 从线上面往下一拉 是不是就有了 如果你要比较精准 请你在线的上面点两下 线的上面点两下 登登 按右键 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编辑他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如果 这个尺寸是 1920 乘以1080 那1080的一半是多少 5040 对不对 那个 540 好 这样就一半 那这个上面按右键 1920的一半 是多少 9 6 对 好 这样有没有找到中心点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 拉拉拉拉拉拉 我希望他有没有 下面靠近 这样就好 那跟我们刚刚用Photoshop 这个智慧型物件一样 这个做完了 你回到外面来 有没有就改了 来看一下 拉动时间轴 现在 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中心点 是移到这边 所以用这个去靠起这个线 所以我们在这里 你看 走走走 有没有跟着线在走 但是呢 我们要卡通一点 因为卡通的时候呢 就是 走得比较远 会比较小台 还是比较大台 对呀 所以可不可以加上一个 缩放的 动画 可以喔 对所以我们就来这边 跟他讲 一开始的时候 好这个码表打开 那一开始这么大是没关系 可是 越走越远 就要跟人家say goodbye啦 再见 对呀 有没有 中间当然就会 有骨肩动画的效果 这样 可以 够卡通的吗 可以啦 虽然没有3D 但是2D一样可以做这样 待会我们再来看 你可以把它加上旋转 对不对 就可以晃来晃去的 也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 Auto Auron 这个代表跟大家介绍 好所以我一口气 把大部分的都先做完 所以你参考看看 看看 自己做看看